黎巴嫩巡呼机事件之后 中国迎来了一笔特殊的大订单 巴西航斯要买4架C919 大家好 我是马超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最近我们中国收到了一笔订单 黎巴嫩巡呼机爆炸事件之后 和以色列关系匪浅的美西方国家 也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他们的产品开始成为被怀疑的对象 比如说美国这些年 他在全球搞这个间谍活动 就连他自己的盟友也不曾放过 还给韩国的F35战机上密码 疑心病这么重 很难不让人怀疑 美国的行动可能不止这些 而更让我们担忧的是 美国在宣传上十分舍得花钱 一边宣传自己的产品有多好多好 一边又不遗余力的 对中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抹黑 让所有人都去买美西方的产品 但是美国没有想到的是 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 任何宣传它都是没有作用的 反而变成了一个反向宣传 让更多的人开始清醒过来 原来美国越是禁止的东西 反而越是安全的 这段时间很多外国的网友 都在安利中国制造 中国的厂商也是接到了大量的订单 并且都特别指定 要在中国国内来生产 原因是安全性高 比如说这个手机 彩电 冰箱等等 各种订单都是有的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中国还接到了一个十分特殊的大订单 那就是巴西的小型货运 以及包机航空公司 到达尔航空计划从中国商飞 购买四架C919飞机 之所以说这个订单特殊 那是因为这是亚洲以外 首家向中国商飞购买飞机的公司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那么最有意思的是 这家航空公司 原本是打算从空客和波音来购买飞机的 但是因为这些西方制造商 正在忙于解决公民链受限的问题 因此无法满足这家巴西航空公司 对新飞机的需求 使得巴西航空公司 不得不把目光转头 向空客和波音以外的公司 巴西港口与机场部长就透露 说是无法从空客和波音购买新飞机 到达尔航空之前的确是向巴西政府表达过 从中国商飞购买飞机的意向 但是没有提出一个正式的计划 现在终于下定决心 可能也是受到了 这个黎巴嫩巡呼机事件的影响 除此之外 美国最近还没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从美国购买的专机 也是让全世界开了眼 原来你花钱从美国买的东西 不一定完全属于你 美国甚至还有收回去的权利 这可能也是巴西到达尔航空 认清现实的原因之一 那么对于巴西到达尔航空 一开始选择空客和波音 不少人或许还是有一点点气馁的 但是中国有一句话 叫做运气也是一种实力 人们接受一样新事物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专注于产品的质量 性价比和安全性 以后可以大声的告诉别人 你的选择没有错 好了 关于中国街道的这笔新的大订单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